可能连游戏官方也没想到 一款车祸模拟器 竟然也能被中国玩家玩得这么离谱 车祸模拟器 原本只是一款模拟车祸碰撞的游戏 玩家可以建造出不同的障碍物 让车子碰出高分 是大家唯一的追求 就在国外玩家 还在建造一些奇葩障碍物时 然而当中国玩家加入游戏后 画风就逐渐变得离谱起来 无论道路上有任何障碍物 只要车辆还有一颗螺丝钉 中国玩家就能向你证明 谁才是真正的秋名山车神 比如隧道飞檐走地 极限过弯 导片超车 这些操作统统都是不足为奇 更离谱的 还有这个安装了氮气的大巴车 仅仅只是利用游手 就行了一个180度的逆天大旋转 就顺利通过了这个间距一厘米缝隙 但要说最逆天操作的 还得是最后的这位神级大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